小伙伴可以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在这个广望的宇宙中隐藏着许多的秘密 对这些秘密的探索结果 往往会给我们的世界观造成强大的冲击 科学家最近发现了一种粒子 它能打破宇宙中时间的对称性 据了解 光速不可超越已经被当成了整个宇宙的基本法则 因为光速就是宇宙膨胀和时间流逝的速度 一旦被超越时光必然发生逆转 但是科学家在测量两个次元子粒子的互动现象时 发现当一个粒子发生变化的同时 另一颗粒子也会发生同步变化 不管两者之间相距有多远 也就是说 这两个次元子的互动已经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科学家表示 宇宙时间是可逆的 人类通常推测时间用绕恒星运行的行星路径来进行推算 但是只要能够变更轮道方向 或许看到的就不一样 因为正向和反向的物理过程是相同的 即宇宙时间的对称性 但是这种粒子的出现 完全打破了这种时间对称性的限制 我们现在的宇宙是物质宇宙 科学家认为 如果我们掌握了这种粒子的技术 或许就能建造出另外一个宇宙 一直在我们的猜测中 和物质对立面的反物质宇宙 对此以往表示 这种粒子数量多的话 会不会是我们的宇宙换一种样子啊 我们在这里的头部 我们下手的资源 但我们下手的资源 是我们下手的资源 可以订阅